再见张龙,28岁李梦在线新富商追求者张震灵甘拜下风,球迷支持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说到中国女兰就不得不提风光无限,颜值实力并存的李梦 李梦在比赛场上那叫一个霸气潇洒,有勇有萌 但生活里的李梦也同样是敢爱敢恨,不惧世俗 因为个人私事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特别是和张龙结婚的事呢,更是让球迷大跌眼镜 如花思玉的年纪,为何会选择45岁的有妇之夫 李梦赛场上精彩表现和俊美的容颜都引来了很多的追求者 其中更是不乏24岁的篮球运动员张震灵 并且和他呢也曾传出过绯闻 很多粉丝已经是不再理解为什么李梦会选择一个比自己大很多 长得又不帅,经济能力也不好的人 难道张震灵不够有硬实力,不够有背景吗 或许李梦不适合张震灵这个乖乖宝 那也不至于就选了相差这么大的张龙 可是他不但喜欢,还和张龙悄悄的领了结婚证 这也是让球迷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不过经历了风波之后呢 或许原本还愿意和世界抗衡来维护张龙的李梦 在如愿和张龙公开在一起之后呢 也才能渐渐的看清现实 近日呢,关于李梦又传出了新的追求者传闻 此前在李梦和张龙的事情被传出时呢 网上就曾有传言称 有一位西班牙的富商想要追求李梦 李梦刘洋来到WNBA之后 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帅气的白人 主动地向李梦表达了爱意 只是李梦已经嫁为人妇 所以并没有太多选择 甚至他被追求 或许也是更坚定的自己是值得张龙背家争气的人 只是唯一可惜的是 张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把李梦当成这样的人 真是可惜 李梦宁愿放弃了资源优渥还有人际关系背景的张震灵 也放弃了国外富商的追求者 偏偏是一心吊死在张龙这里 不过不少球迷也还是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如果李梦真的是想好了离婚改嫁 球迷们还是非常支持的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